哈喽大家好 我是陆紫燕 在我小时候经常会看香港的一些警匪片 90年代嘛 正好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出现了好多优秀的香港电影 对香港的影视作品比较熟悉的小伙伴 可能都有听说过《费部队》 全称《香港警察机动部队特别任务联》 隶属于香港警察的《反恐作战部队》 《实战水平全球顶尖》 小时候真的是看片看得太入迷了 就想着什么时候能摸一下人家的装备 你小时候的梦想哪这么多呢 今天也都明天愿了 现在长大了嘛 就想着把小时候的梦想挨个儿都实现了 网上这么一查呢 还真有 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 大家可以猜一下一共花了多少钱 猜对的话 送你 不过我估计你们真的猜不出来 全套的《飞火队》装备 不过肯定都是仿的了 真家伙我们也搞不到 拆完之后我感觉更多了 来 挨个儿我们看一下 好家伙 头盔 里面还有那件 台子还算不错 这个黑袋子里面 哦 这很明显就是头套了 实在是笑喷了 布具 走步 还有膝关节的 腰带 这个应该是内侧的 这是什么 这么长 这个是看啥用的 一会儿看一看 这里还有一个黑色的 好像是窥布 哇 黑色护目镜 这两个小盒子里面应该就是耳机 嗯 果然没错 单边耳机 这边还有它的套件 能不能用啊 一会儿试试 还有个鞋盒子 哦 军薰 专业脸叫 三角钟靴子 这应该是绑蛋 手套 哦 半纸手套 帅 这个是什么衣服呢 这是里面的衣服 上衣 这个应该是裤子 腰没这么宽 这个大家伙这么重 再是这斤 大小还合适 腰包 这里还有 这也是包 这一套穿起来肯定 很重啊 所以在穿之前 我先测量一下 我的体重是多少 一会儿我们穿起来之后 可以进行一下对比 现在只有52.15公斤 也就是104斤 今天我们说 你可以进货 对比 你可以进去 裡面 现在一直安装 这是两为 不具体了 脐子 这套装备真的是太帅了 还没穿蓝就感觉已经爱上了自己了 现在除了头部的一些装备慢 其他的我们基本上都已经装备齐全了 整体来说只有一个是刻意性了 帅气 现在你们还能认出来我是谁吗 我的天哪 真的出气了 我自己都快忘了我是谁了 我自己都快忘了我是谁了 还有一个徽招 帅气 飞虎队我记得他们的枪最常用的就是MP5 我们去厨房里拿一把MP5 这样看起来就更帅了 M4 平常电池 MP5 都给完了 不要买 就是这层装备真的是太热了 如果你在下天就不乱 我现在整个脑袋都已经热炸了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套装备下来 到底增加了左手的分量 57.6 把枪放下之后 56.6 增加了左手公斤 大家算一下 太懵了 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这里面更帅是帅 就是有点着罪啊 之前有个小伙伴跟我发私信说 长大了 长当兵 这个我真的是非常的理解 小时候我也有很多很多的梦想 但是长大了才发现 任何梦想都需要不初努力 无论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 记住一句话 勤能 鼓努 为梦想 要学会奋斗 好了 最后一句话就当一个鸡汤送给大家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觉得这套服装帅的话 记得评论区 打一个帅子 拜拜